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 还没有完成 请问一下 你在这个地方 这张县市行政区 有台北市这个县市名称 也有什么行政区 对不对 好 可是这一张没有 这一张14日再住院律 它是没有的 好 所以我现在要让它有县市名称 所以我们要开始写函数了 这个函数我就稍微解释一下 好 首先怎么做这件事 请问一下这张资料表里面 确定我们看一下没有县市名称 对不对 没有县市名称 可是这个不就是县市名称吗 这个 prefix prefix 这个 它不就是县市名称 对不对 我要的就是它 好 这个档案没有 没关系 因为它有做关联了 而且关联就只有1对1 1对多 多对1 只有这三种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如何让这一个档案有县市名称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这边是不是14日再住院律 用滑鼠右键 然后接下来请点选 请点选这个叫做新增资料行 因为每一笔记录 我都必须要有一个对应的县市名称 举例来说 这个是不是要对应到台北市 好 所以新增资料行不要选错了 新增资料行好了吗 然后接下来上面 上面这边 好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一点 稍微我放大一点 看得到吗 这个资料行2 资料行等于 有看到 好 我要把这个资料行删掉 改成叫做县市名称 请问这样看清楚啊 县市名称等于 这这几个字要你自己打字 这个没有什么捷径好 就请打县市名称等于 好 县市名称等于什么 县市名称我叫打那个 靠地 pendant的 他的下一个就是我要的related 这个related函数的使用 这是个我讲的这个里面通通都有 这个函数在讲义的 33页 33页 你居然这么简单的这个函数 居然没有写进去 因为我们快打完了 你知道吗 好 来请你先选到related 那怎么选到它 你上下方向键有看到 我现在是落在这个地方 好 然后cap键就带上去了 tab 你的键盘的最左边 有没有看到tab这个按键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选这个 这个叫做县市行政区里面的subitem name 一样用方向键 千万不要用打字法 用打字法谁叫你会打 多一个符号少一个符号 来tab键 右刮转 右刮转 就做完了 好 记得 记得 这个右刮转不要忘记了 enter 前面看一下你现在的资料表 有看到新庄区 好 拉到最下面 中山区 对不起 我应该 哪一个才是我正确要的名称 对不起叫prefix 前缀词 前缀词 前面修饰的那个词 就是 就是县市名称 县市名称 好对不起 那个麻烦请这边修改一下 这个县市名称 县市名称 请把这边 把这个 全部选取起来 删掉 delete 再重新找 要找到那个 name的下一个 好 县市行政区 subitem的prefix type键 然后enter 这才是我要的 什么新北市 新北市 好 拉下来 高雄南投县 好 请你找一下 这边有一大堆的空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 请问 第一医院 中区 我们这边算中区 第一医院 以前在台中县 对不对 以前在台中市 可是 这边 10019010 为什么他要把他 就是因为找不到 好了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你这边就是会有一些 有一些地方 就会漏掉 像这个台南 势力医院 好 好了 好 好 好